我们今天接着说 接着说这个病理学 病理学呢 它的第一项 第四项 第四项叫什么呢 叫特殊人群 大纲里面列这么一个特殊人群 其实我们这个特殊人群 以前说过一次 在什么地方 在禁忌症里面有 禁忌症里面也有特殊人群 这是除了禁忌症之外的特殊人群 我们看一看这个特殊人群 有什么特点 不一定是禁忌 但是呢 它比较特殊 首先出现的特殊人群的第一大类 最多的就是什么呀 pregnant 孕妇 孕妇还是很重点 所以孕妇的知识 一定要完全掌握 你必须都知道 这个孕妇怎么处理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题 7个月 一个pregnant woman 一个孕妇 7个月的一个孕妇 come for massage 就是来做按摩 which is the best position 什么是最好的一个姿势 7个月 大家都知道 10月怀胎 7月的时候 7个月的时候 就已经快临产了 就最后三个月了 所以这个时候 晚期的孕妇 姿势 大家注意了 一定是侧窝的 side laying 不能平躺 不能仰窝 这是第一条要注意的 好 他换了一种问法 叫做pregnant woman is the late pregnant to massage 就是晚期的 late pregnant 晚期的怀孕 晚期的孕妇 来做按摩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osition is the correct 什么样的一个姿势 是正确 在题目当中 标红的词 也是相应比较重点的词 表示提议的词 我在说的时候 就不单独重复了 说这是关键词 就不用单独重复了 大家就注意看一下 要注意认一下 看到怀孕 看到晚期 首先你要了解 这个时候要注意什么 注意他的姿势 尤其是他躺的姿势 是侧卧的 side laying side side 就是边 一边的意思 这side laying 就是侧着躺 lying是躺着 侧着躺 侧卧的姿势 侧卧的姿势 特别给大家找了一下子 看这个侧卧能不能做出来 这不太好做 光把身子侧过来 光把身子侧过来 侧卧 这个不用多说 侧卧都知道 侧着躺 好 下一道题 他又换了一种文章 他说 a pregnant client is in her third semester 这third semester 就是第三期 一个怀孕的客人 有第三期 三个月为期 第三期就是什么 123456 7189 7189月 怀孕第7月 8月9月的时候 算第三期 这个时候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upposed would ensure correct spawn positioning sup代表什么呀 脸向上 对吧 sup代表向上 spawn就是 仰卧位 刚才那道题说了 他说这个 怀孕的 7个月以后的 这个晚期的 必须要侧卧 你不能仰卧 这道题就给你一个仰卧 看你仰卧怎么办 好 仰卧还有另外一个解决办法 是什么呀 a baggage with a 45 degree agree 45度角 如果要一定要让他 仰卧位的话 那你就只能45度 让他这个姿势 后面垫一个垫子 大家记住了 不能平躺 晚期的孕妇 绝对不能平躺 要么是侧卧 要么就给他45度 只有这两个姿势 所以一看到 有仰卧位的 我们被这个孕妇 姿势 position这个姿势 都找这个sidlying 侧卧 这道题答案当中 没有侧卧怎么办 有一个45度角的 也是可以的 偶尔会出现 这样的问题 好 下一个 有点变态 a pregnant woman 一个怀孕的妇女 in her third semester 第三期 跟这个时间是一样的 want to lie sporn for massage 她想要一个躺着 what should the practitioner do 你这个时候 按摩师要怎么办 她想要躺着 其实这个不应该有 这个躺着 躺着就给她45度 或者测诺 这只能是这个 那么换一种方法 她又问了 how does practitioner position 这个按摩师给一个姿势 the last semester pregnant woman 有一个第三期 最后三期的一个孕妇 最后三个月 快临产的一个孕妇 她以什么样的一个姿势 比较好 好 这个给的非常详细 也叫lying toward the left put the pillow under right back 这是什么意思 向左躺着 把这个枕头 放在右后背下面 左边是心脏的位置 向左边躺着 然后把这个枕头 放在右后背的下面 这种题出现的几率极少 但是如果要是你没见过这道题 万一碰上了 我相信很少有同学能够答对 这种问法是极个别的 但是偶尔会有 这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躺着姿势 尤其对于临产前 晚期孕妇 向左躺 然后这个枕头放在右后面 它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首先一个呢 它这个静脉 这个下腔静脉 是靠左边 靠右边 比较靠右边 所以它向左躺的时候呢 回心的血呀 比较顺畅 这是一个 那主要就是这个 另外呢 还和这个胎儿有关系 所以大家就把这个记住了 如果要是没有45度 没有侧卧 它非得给你一大长串 是左和右的躺着 怎么躺 记住了 向左躺 然后枕头放在右后背夹里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题 好 在下面一个 An Asby's Instruction Her 5th Month of Pregnance 这是什么呀 5个月 5个月的一个孕妇 还没有算太晚期 5个月的一个孕妇 一个这个孕妇是个什么呢 她是个健美教练 所以前面这个健美教练 就无所谓 你不用管她 你不管她是健美教练也好 是护士也好 是工人也好 没关系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我们只要知道 这个孕妇 她欢迎5个月 就可以了 What's the request for body work by her Mindy Wave 这个 Mindy Wave 是助产士 这个助产士 在美国 在美国 这实际上不是临产的时候 给你接生的那个人 在你生产之前 看妇科医生的时候 会有专业的妇士 来指导你怎么样度过孕期 这个人就是这个助产士 他会一直负责 那么这个助产士 这Mindy Wave 是个助产士 这个助产士干嘛呢 他推荐她 refreed for body work 让她做按摩去 说你这个 怀孕5个月 你做做按摩比较好 这个时候 Dring the season 就是做按摩的时候 she was in as the spawn position 他脸朝上躺着了 这个一定要注意 考孕妇的题 一看到pregnance 一定要注意这个题 spawn position position 尤其这个position 姿势 他告诉你什么姿势 就非常重要 脸朝上的姿势 我们说这个婉屈孕妇 不能脸朝上 他脸朝上的姿势 and was foster under her knee 他是有一个 靠垫 放在他的这个膝盖底下 支撑在这个膝盖底下 within 15 minutes 就15分钟 she expressed a male feeling Nosa feeling Nosa 感觉什么呀 感觉恶心 Nosa 是恶心 Nosa 恶心 刚刚15分钟 他躺在那儿 就感觉恶心 Nosa was most likely crossed by 这个恶心 最有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 好 不管他恶不恶心 我们知道了 你只要脸朝上了 就有可能压迫什么呀 下腔静脉 对吧 所以呢 Vinna Kawa 这是下腔静脉 腔静脉 腔静脉 pressure 压 压 Angher Vinna Kawa 压他的腔静脉 所以大家主要注意了 我们讲经济症的时候 跟大家说了 运素不能够仰卧 尤其是晚期的孕妇 早期三个月没事 三个月之后 到中晚期的时候 就最好不要仰卧胃 为什么 禁忌仰卧胃 为什么 主要原因就是压迫 下腔静脉 或者一些动脉 压迫他腹部的这个动静脉 主要就是防止这个 所以他恶心的原因 也是因为压迫了这个 不要一看这个字多 马上就害怕了 说这字不认识 我们可以主要分析一下 那么大家看到了 这道题 他关键的词并不多 首先告诉你 时间是五个月的一个孕妇 然后他面朝上仰卧位 这个时候他有恶心的反应 当你看到仰卧位的时候 你就应该有一个反应 是什么呢 他可能压迫他什么地方 这是不能做的动作 所以你在答案当中 就一定要找压迫什么 压迫静脉 对吧 下腔静脉 好 那么再看下一道题 给孕妇一个按摩 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 primary reason 也就是pregnant massage 孕妇按摩的原因是 为什么要给孕妇做按摩 就是因为这个 叫increase 增加circulation and relaxation 增加循环和放松 就这么一条 大家记住了 我们给孕妇做按摩 就这么一条 跟助产没关系 就是给它放松和提供血循环 这就是我们按摩的主要目的 好 说完这个 又提到了 孕妇还有什么特点 dring pregnancy 当你怀孕的时候 the presence of the hormone 人的荷尔蒙 荷尔蒙什么 激素 这个激素 relaxing increx relaxing increx 一个增加 激素 松弛增加 this may soar in 这可能会导致什么 也就是松弛的激素 relaxing是松弛 松弛的这个激素增加了 这个时候是为什么 因为decreate muscle tone 激张力降低了 我们怀孕妇女 在怀孕的时候 身体当中的激素水平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他自动分泌这个放松的荷尔蒙 增加一个放松的荷尔蒙 让身体放松下来 为了被产 身体太紧张 生产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呢 让字体放松下来 放松下来 同时可以减少激张力 就是身体所有的激素张力都会减少 这道题的问法和切入点也比较特殊 给大家的一些思路 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比较特殊的问法 增加了一些见识 一旦考试的时候遇到这些奇奇怪怪的题 我们至少见过 你知道他有这么问 好 孕妇又来了 她是a pregnant client 一个怀孕客人 in the final termester 最后的一期 最后的三期 三个月 is most likely to person with the reach of following condition 他有什么状况可能发生 给你一个hyperlodosis 肌珠前凸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肌珠前凸 肌珠前凸特指的是肌椎的哪一个部分 还有印象 腰椎 记住了啊 腰椎前凸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概念记清 我们常说的前凸和后凸 就是特指腰椎和胸椎 腰椎是前凸 胸椎是后凸 腰椎是前凸 胸椎是后凸 大家来看这个图 看一个这个股价 看一个这个股价图 不是太明显了 腰椎是前凸 腰椎是前凸 胸椎是后凸 大家记住了啊 胸椎永远不可能前凸 腰椎也永远不可能后凸 做不到啊 这个角度是做不到的 所以一提到 前凸就是腰椎 大家想想为什么 孕妇会有腰椎的前凸啊 这个好理解吗 哎对你看 大姐都知道啊 生过娃娃的都知道 坠的啊 你看男生就抢答不来了 这个题啊 这题男生抢答不来了 没有亲身体验 嗯 其实啊 现在我们说这个病理学 说这个孕妇啊 在美国和现在国内有一个潮流啊 叫做什么呀 叫做产后护理啊 这也是我们按摩师呢 能够接触到的啊 比较时尚 而且呢 容易创绘的这么一个项目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研究一下啊 那以后我有时间的话 还可以做这个产后护理这个视频给大家 专门针对这个产后妇女啊 腰疼啊 腹部的腹脏不舒服 腹件的不舒服 我们按摩都可以做 而且呢 不涉及任何的危险 操作好了 这个市场非常大啊 所以呢 大家认认真真的学习 考这个执照 考好了执照之后 大有前途啊 不是只是捏捏脚的问题 那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慢性病症 而且是这个大市场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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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啊 我们都可以做 尤其这个产后护理 它有叫什么产后腰疼 非常多 美国人也有很多啊 生产完了之后腰疼 为什么 刚才大姐说了 脊椎变形 腰椎前突 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给他们做调整和护理啊 所以很多女生说腰疼腰疼 她不一定就是累 她有可能是和生产有关 好 大家记住这道题啊 她问的 怀孕妇女还有可能出现什么状况 状况啊 脊椎前突啊 这个问法都比较特别 在病理学当中啊 特殊 为什么这个章杰叫特殊的人群 special population 特殊的人群 就是她问的问题方向都比较特别 这些都是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也都是说呢 这些题目都是在打题目当中出现过 现在是不是集中出现 不是太多 但是曾经有过 大家了解一下 等到您考试之前 我会给重点的提议 让大家着重复习 这个呢 只是一个介绍 好 通过这个我们了解了 这个产怀孕的妇女 有这么几种可能性 需要侧握 需要45度角 如果要特别的要求的话 那就是向左躺 右面 放枕头 那么对她产生 为什么会有这恶心的这情况呢 因为 压迫静脉 那么按摩 对于孕妇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增加循环和放松 那么孕妇会产生放松的荷尔蒙 可以导致什么情况 减少激张力 除了这些之外 孕妇还有可能出现 激住前途的这个状况 啊 我们了解了这些之后 考试的时候就不慌了 哎 一看到孕妇 什么压迫静脉啊 什么都没出现 那么我们想一想 哦 她有可能是激住前途的这么一个 答案啊 好 孕妇是一个重点 大家要重点计 那么下面再一看啊 我们常发现的病症 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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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炎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病症啊 在美国在中国都是啊 那么肝炎分为三种 我们中国人叫甲肝乙肝饼干 不止三种啊 还有很多 甲肝乙肝饼干丁干啊 什么的很多 我们常说的像甲乙饼三型 甲肝乙肝饼干 那么美国这呢 不叫甲乙饼 它叫ABC型啊 A型就是甲肝 B型就是乙肝 C型就是 冰肝啊 这个 D型呢 就是 丁 甲乙饼丁 曾经有一道题啊 就是答案ABCD 然后呢 旁边还有一个ABCD 问的就是肝炎 好多同学考试的时候就说 哎呀老师这个题太奇怪了啊 就是他没答案 就是ABCD 其实不是啊 那是没认真看书 人家题目当中肯定给你这个词了 肝炎了 肝炎必须要认识啊 这肝炎 肝炎的时候 他答案当中不给你写ABCD了 他不给你写肝炎A肝炎B肝炎C肝炎D 他就告诉你ABCD 这几个选谁 好 那么这个A型肝炎 也就是甲肝 甲肝呢是一个 commonly spread 最长的最通常的传播 为什么他对最通常传播啊 因为他是传播用food and water 食物水 其实应该叫粪口传播 粪口传播 粪口传播啊 说起来挺恶心的啊 就是别人拉的屎啊 你给他吃了 这个叫粪口传播 啊 其实很正常 在河水里面 有人把污秽的这个 有病毒的 肝炎是属于病毒啊 大家记住了啊 肝炎是Vernus 是病毒 把病毒的这个粪便 排到水里了 正好你在下游 把它拿来喝了 这个就是粪口粗 这个粪口传染 或者呢 有人在室外排便 然后造成的空气粉末 你吸进去了 也有可能 这个在前些日子 这个Miami的这个局部地区啊 还还警告过一次呢 有一些流浪汉在那 然后引发了局部的这个肝炎传播 所以大家要注意 最容易的是这个A型肝炎 粪口传播的 那么粪口传播呢 它用的是食物和水啊 当然也有提议说是粪便啊 食物和粪便 所以和食物粘边的 这个是A型肝炎 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么第二道题说的就是这个啊 the form of the happiest that is the most easily 最容易的 transmit 传播的 在general population is the happiest 最容易传播在普通人群当中 就是这个假型肝炎 也就是A型肝炎啊 这道题就是答案ABCD 好 那么还有一种肝炎 叫what is the most common tronic blood born disease in the US 在美国常见的慢性的肝炎是什么呢 给你是 丙型肝炎C 肝炎C 如果没有肝炎C的话 B也是可以的 B和C都是慢性的 血液传播性 所以大家注意了啊 这里面没有给B型肝炎的例题 但是一提到血液 一提到肝炎 B和C两型 如果特质慢性的就是C 没有特质慢性的就是这个B 就是乙肝 乙肝和饼肝 也是B型和C型区别不是太大 只是传染力的问题 好 肝炎我们就了解这么几个点就可以了啊 肝炎很简单 好 下一道题 我们提到了两个病症 叫做甲状腺 甲状腺 甲状腺 一个是Hepo 减少的 一个是 甲抗 Heper 过度的 甲抗和甲减 甲状性机能抗进 和甲状腺机能减少 或者甲状腺机能不足 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病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都是甲状腺有问题 同时都是甲状腺肿 大脖子病 不一定全是甲抗 甲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大家还记不记得叫什么 格雷夫氏病 Gravos 有的女生喜欢叫Grace 那个单词特别像Grace这个词 所以一看到叫Grace 大家想想 这可能没有甲抗 一看到叫Tina 大家想想 这可能有选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字很好认 后面有甲状腺 前面是不足 就是甲减 前面有过度 就是甲抗 那么他们的症状是什么呢 甲抗呢 头发减少 眼睛 鼓出来了 这个非常明显 眼睛鼓出来 甲状腺肿大 怕热 不足 心跳 心跳 加快 体重减少 腹泻 大家想想 这个甲抗呢 是不是都是一些激进的一些反应 过度激进的反应 头发减少 对吧 用脑过度 头发减少 眼睛突出来了 大眼圆睁的 脖子也大 还怕热 特别激进的 心服气躁人 特别怕热 然后心跳加快 体重减少 天天跑来跑去的 不停的跑啊 这体重肯定上不去 然后腹泻 消化的也快 那么我们再看甲减呢 头发干 艳阳不良 脸 皮肤松弛 甲状腺肿大 心跳减慢 体重增加 呆着不动啊 便秘 而且怕冷 所以大家非常明显 减少甲状腺的 整个这个人都是比较懈怠 所有的症状 生命体征都减少 减慢 而这个甲抗 机能抗进的 所有的都增加是快的 我们的新生代谢一减少 体重就会增加 我们新生代谢一快 体重就减少 所以大家一看啊 有的人特别瘦 怎么吃也不胖 你看他是不是瞪大眼珠子啊 如果要是大眼珠子 瞪的圆圆的脖子大的 那就是病啊 那不是吃不胖啊 那是有病啊 所以大家记住了这个 好我们再看看立体 这个 哪一个内分泌的 这个内分泌的 病理学的特征啊 and over production over production 就是产生 over production 过度产生 of the hormone 过度产生荷尔蒙的 叫什么呀 叫Greywald's disease 格雷夫氏病 如果没有格雷夫氏病 给你这个假设像机能抗进 大家记住了 也是一样的 这道题有可能给你两个不同的答案 不能只记这格雷夫氏病 格雷夫氏病要等于这假设像机能抗进 要一样的啊 这两个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isease 哪一种病 may increase heartbeat 增加心跳 muscle weakening 肌肉无力 distance sleep 睡眠障碍 and irritably 易怒 这个就是格雷夫氏病 你看这人急躁 主要我们看一个生病体重就可以了 怎么样 增加心跳 心跳过快 格雷夫氏病 假咖 好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nd corny gland 哪一个的内分泌线 as the assist with the gravis disease 是和格雷夫氏病有关的 甲状线 sorry 甲状线 最后一个 client with the thyroid dysfunction 甲状线功能 障碍 present fatigal cold interlustry wet again dry and plant skin i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isorder 是哪一种 给你这表现的是乏力 fat goose fat fat 这个词啊 大家很好认啊 fat是什么呀 fat 肥对吧 肥胖的肥 肥的人是不是没劲啊 乏力 总觉得自己累啊 啊 所以一看到肥胖的后 哦 肥胖的这个姑姑 姑姑姑 肥胖的姑姑 这个就是乏力 怕冷 这个就不用说了啊 这个体重增加 所以一看肥胖的是什么呀 甲状线 机能减退 如果要是答案当中有假抗和假减的 题目当中有肥胖和瘦弱的 选谁啊 选肥胖的是假减的 瘦弱的是假抗 这个能不能记住啊 好 下一个部分 真菌啊 皮肤病 这个大家已经熟的不能再熟了啊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foundry infection 以下哪一种真菌感染 runworm 因为我们在上一个节里面 我们画过图啊 给过这个 组选的图 我就不再给图了 所以大家记住这个真菌 对应的是runworm 族选 clin has the discovered 怎么样呢 变颜色了 什么变颜色 pitting tall 小脚趾变颜色 infected by fungi 一看到这个 什么呀 真菌 马上我们就知道 这是runworm 假选 那么假选 还有其他的一个名字 叫做什么呀 Entremicos 假选 我当时跟大家说了 可以当做一个小作业 把这个选 Tinner这个选 不同的用法 不同的写法 大家总结一下 看一看 好 Tina来了 Tina relate to which type of skin infection 这个选与什么感染 皮肤感染有关 skin infection 皮肤感染有关 真菌 其实一看到Tinner这个词的时候 都不用下下看 它肯定就是和真菌有关 对吧 对吧 看题的时候可以 偷点懒 好 除了选之外 下面一个比较要命的病 叫做 compartment syndrome 隔室综合症 或者叫筋膜室综合症 which of following condition 哪一种情况 has the efficacy of the left 危急生命 是compartment syndrome 一看到和生命有关的病 要命的病 隔室综合症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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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要命的 这必须急救 这不急救 会产生很多 要命的问题 血栓 截肢 或者是这个败血症 都有可能 compartment syndrome 一个隔室综合症 我们看翻译叫房室综合症 隔室综合症 隔室综合症 金膜室综合症 都是一个病 都是一个病 这个病呢 这partment 我们说住房 叫apartment 这个叫compartment 所以它和这个 使这个字有关 compartment syndrome accommon accommon with what can of condition 它伴随着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tremble 血栓 也就是说 隔室综合症 它和血栓是有关系的 好 隔室综合症 发生在什么位置 比较常见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什么地方 小腿 小腿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lower leg 还有一个是calf 在位置当中 问到这隔室综合症 是位置小腿 在这个特殊人群 这里有什么样的人群 有生命危险的人 有血栓形成的可能 好 再下面一大类 这一类病 叫做autoimmune 自体免疫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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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单独把它列出来 做个小笔记 有一些题目是 有一些病症是和它有关的 这属于一大类 我们看这道例题 which term describes 哪一个专业的名词解释 is the inappropriate disease of the supposed autoimmune cause 是特发性 疑似一个特发性的自体免疫性疾病 in which attacked a person's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entral nervous system 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什么家 central nervous 真书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 正中间 中枢神经系统 这个包括brain and the span code 脑和脊髓 leading to dignotion 导致退化 关于这么长的一道题 很多个词 比如说特异性的 疑似的 退化 这词可能都不熟 我们只要熟两个字 一个是autoimmune 自体免疫 我们首先确定这问的是一道自体免疫性疾病 然后central nervous 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 跟中枢神经系统有关的 这个自体免疫性疾病 基本就是这个多发性硬化症 当然大家如果要记住这个退化是更好啊 多发性硬化症 多发性硬化症也比较好记 前面MU表示多 还记得吧 多轴的 对吧 多 多头肌 多 所以一看到MU 是吧 mulipid 一看到UMU就是多 有多这个字的病 基本就是这一个多发性硬化症 后面的SCLE 我跟大家强调过 一看到这个组合的就是硬化的意思 我们以前讲过叫什么呀 血管的硬化 动漫硬化 记得吧 所以SCLE组合的是硬 代表硬 那么多硬的就是多发性硬化症 给大家找了一个图啊 这个就是多发性硬化症的一个病理病变的一个现象 正常的神经外面有一层包膜 这叫神经随壳 有了多发性硬化症呢 我们自己免疫系统 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就把这个随壳给打烂了 从而损伤到了中间的这个脊髓神经 那多发性硬化症的特点就是慢慢的部分的感觉失调 没有感觉了 好 A client report having advanced multiple sclerosis 一个客人报告 他有晚期的多发性硬化症 of the following the best treatment choice 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呢 给你答案叫做 relax massage releave muscle cramps 放松的按摩 缓解肌肉痙磷 主指就是什么呀 看见多发性硬化症呢 我们就是给它放松手法 缓解精卵放松手法 不能做硬手法 不能做重头法 为什么不能做重头法 因为他感觉失调 他感觉不到 你到时候把它压坏了 他都不知道 多发性硬化症 和多发性硬化症比较相似的 底下我给大家介绍介绍 这个叫什么 叫重症肌肉粒 my 代表肌肉 gravels 是重症的意思 一看到gravis gravels 一看到这个 就是重症 一看到你给你的诊断证明上 有这个字了 大家可得注意了 啊 这是重症了 所以呢 这是重症肌肉粒 重症肌肉粒疾病 传说中的一种病 可能这个上点年纪的大哥大姐 都看过以前一个电视剧 叫过把眼就死 啊 那里面最后这个 饰演的男主角就是重症肌肉粒疾病 到时候就死之贪软 没劲儿不行了 啊最后呼吸衰竭 重症肌肉粒疾病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oes the practitioner need to take into 这个 considation for treatment of a client diagnosed with the masterized gravels 哎 在重症肌肉粒的时候 要考虑哪一项的情况 clent maybe immunus soft pressure doing the medical immunus I-M-M-U-N 免疫 因为免疫缺失 啊 而造成的这个 因为药物的这个免疫抑制 而造成的 他身体的不适 要注意这个 我们主要记住的就是 重症肌肉粒这个词 他对应的是免疫就可以了 和免疫有关就可以了 症症肌肉粒疾病 也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 啊 他的症状和这个 多发应用症有点区别 多发应用症是局部的 他一块一块 而他是系统性 啊 从上面眼皮脸皮 开始一直一直向下 等到这个病人腿不行了 站不住了 说没劲了 就完蛋了 他是从头到下 从头到脚的 这么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 整个神经反应不差 啊 现在说的这点呢 不是考点啊 考点就是你把这个字记住就行 现在多说一个知识 有好多同学说分不清这俩 为什么不一样呢 多发性硬化症 他是这个积随旁边的这个随壳 被打破了 被损伤了 神经没事 由于损伤了这个 是破坏了神经 造成的反应不灵敏 而这个肌骨粒疾病呢 是神经传导出现问题 感觉神经传导中间缺失了 他神经不传导这个感觉了 不传导这个让你动作的这个 这个反应了 电反应了 我们大脑说抬眼皮 眼皮能抬起来 这是有一个电反应 但是他这个重症几乎力 他不传导这个反应了 大脑想让他抬眼皮 他抬不起来 他不听话了 是这么个情况 不是他坏掉了 而是他不听话 这个是神经坏掉 好 下面又出现一个新的 叫做什么呀 a client is a wall body pain 全身疼 release the tired 累 疲劳 what is the syndrome moan be 这是什么可能产生的综合症 叫做慢性的tronic fagule fat 是什么呀 fagule这词 fagule这词 刚才是不是刚说过 叫什么 疲劳 肥的 肥的骨骨 就疲劳 疲劳的综合症 叫慢性疲劳性综合症 这个也是一个自体免性疾病 暂时认为 实际上这个病 在医学上 现在还没有定分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个病多发与中年妇女 全身性的疼痛 交奏不安 紧张 没有原因 查不出原因来 就是不舒服 就是累 就是疼 还不是刺痛 就是那种隐隐作痛 看见这个病的时候 大家别慌 知道一下 还有这么一种病 也是自体免性疾病 这个没什么原因 前两个都是不能动的 这个是累 浑身的累 慢性疲劳性综合症 这种病经常常见 如果要是客人来了时候 他跟你说我是这个 慢性疲劳性综合症 你就知道了 他的特点就是浑身酸痛 你怎么做怎么做 你要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个客人 找到你 恭喜大家 聚宝盆来了 这种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 他会一时找你治 好 这个疲劳 特点 疲劳 头疼 肌力减退 睡觉有问题 睡眠障碍 肌肉酸痛 喉咙痛 胸闷喉咙痛 大家想一想啊 自己现在考试复习的时候 有没有这些症状 好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病啊 还是免疫的 Epic of the epithesis cells 上皮细胞 EPI 上皮细胞 关于的Skin皮肤 Bed Body Immunial System 在身体免疫系统 这个导致的是什么 人体免疫系统 被上皮细胞 这个受到了攻击的 这种免疫系统疾病 叫做什么呢 叫做 Pesaurus 银腺病 牛皮症 牛皮症 所以牛皮症也是一种 自体免疫性疾病 一看到免疫 大家就想了有几种病在这儿 牛皮症算一个 好 再下一个 这个病 年轻女性多简 叫做什么呀 Lopers 狼疮 系统性狼疮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 condition and autoimmune disorder 一个自体免疫性疾病被认为 以下哪一项被认为是一个自体免疫性疾病 Lopers 狼疮 这个词非常短小精干 说出来非常吓人 越是漂亮的姑娘 越容易得这个病 年轻漂亮的 多简 就是这个 红斑狼疮 俗称红斑狼疮 它的全名叫系统性狼疮 为什么叫红斑狼疮呢 就是因为它脸上 像被狼咬过的一样 就是这么有红斑 但是实际上它除了脸上有红斑之外 它的心脏 呼吸系统 肾 这个关节 都会有相应的问题 都会有相应的问题 它是整个系统型 具体的这些我们不用多了解 我们只要知道狼疮 是一个自体免疫性疾病就可以了 好 自体免疫性疾病我们集中说了好几个 狼疮 这个 慢性疲劳综合症 重症肌肤力 多发炎性化症 这几个 牛皮犬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总结一下 有这么几个 一提到这个自体免疫性疾病 脑关里应该反映出来这几个病的名字 考的不会太深 它只是问你这急症病 哪一个属于自体免疫力就可以了 你知道这个分型就可以了 好 在底下 我们看皮肤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kin condition as the cantagils 坑他就死 这是什么呀 传染 皮肤性状况是传染的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kin condition as the highly contagious 高度传染的 speed from the person to person 人到人的 高度传染的 皮肤病 脑包疮 impactical 大家记住啊 这脑包疮是高度传染的 皮肤病 经济症 这脑包疮考证的几率也蛮大 这个倒是考证蛮大的 要么就问经济症 要么人就问他是不是传染病 cantagils infection person to person 如果要是没有皮肤病 说高度传染的person to person 现在应该是什么病 对呀 观众病病 高度传染 人到人的 好 下面一个 infection and the inflammation of the subcute gland is the 皮肢腺 皮肢腺的炎症 感染的炎症 这叫什么 粉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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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刺不用多说了吧 青春痘 大家都知道 粉刺是一种皮肢腺的感染炎症 只要把这个了解了就可以 好 细菌 脑包疮是细菌 脑包疮是 脑包疮是全身性的 它不只是皮肢腺 它是很大面积的 好 脑包疮啊 它是细菌感染 这个粉刺和脑包疮都是细菌感染啊 大家把这点一定要搞清楚 它是细菌感染 只要看到这种什么疮啊 羊啊 这种这个 流浓呢 这全是细菌感染啊 好 我们再看底下一个 The water skin pathology 一个皮肤的病 Facture Facture Pigment Listin With Inregular Inregular 是什么呀 不规则的 Regular是规则的 Inregular 不规则的 As much as a bird 不规则的 边界 不规则不对称的边界 这种皮肤的色素沉着 病变 叫做什么呀 叫做Meloma Meloma Meloma 是黑色素瘤 Meloma 黑色素瘤 啊 我和妈妈啊 黑色素瘤 MA Me 是我啊 Meloma 黑色素瘤 黑色素瘤 是一种Cancer 啊 大家注意啊 这是一种癌 是一种皮肤癌 啊 给大家一个图啊 考试是不考这个 那考试说就考这个 你认不认识 不规则的边界的皮肤病啊 一看到有这个不规则的边界的皮肤病 大家首选这是黑色素瘤 啊就考这个 那么为什么给这个图呢 让大家了解一下这种病啊 看一下我们平常看到的皮肤当中的斑块 这个就是黑色素瘤的一个病理特征啊 不规则的斑块 那么它在皮下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啊 黑色素瘤 肌底细胞瘤啊 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这个皮肤癌症皮肤瘤 它都是你看到上面一片 其实底下很深的啊 所有的我们脸上有斑呢 什么都是这个样子的啊 大家记住为什么说这个化妆品 简单的化妆品涂一层能够抹掉的 绝对是假的 它不可能在皮肤上涂了任何的东西 它把底下这些东西全消消化掉 做不到的不可能的啊 所以这个黑色素瘤 各种的这种皮肤癌皮肤瘤 还有我们的身体上的斑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物子之类啊 全是这个样子 以至我们说的有 老年班也算那全是这样啊 但是老年班没有向下走这么深 啊 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基础知识就好了啊 考试是不考这么深啊 考试就让你知道这个不规则的这个东西 是什么就好了啊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就比较简单了 a common condition that might result if an isolate does not warm up 诶 它说如果啊 我们平常签帐的这个情况 如果一个运动员没有热身啊 warm up就是准备活动 热身运动warm是热吗 warm up没有热身运动 upper kid is啊 这种情况是什么 不管他前头是谁 什么运动员呢 什么全体运动员的冰球运动员啊 什么劳动者啊 无所谓 这个东西跟我没关系 无论是什么 只要是个正常人 not warm up 他不做准备运动 不热身 他就容易strain 拉伤 我们只要了解这一条就好了 所以前头这些东西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热身这个东西 我们要知道到底是什么 啊 好 再下一个 what is another term 什么是一个 其他的专业名词 冠约 frozen shoulder 啊 这道题呢 就是给你几个不同的词 让你认 是不是同一种病 你知不知道 啊 不同的说法 大家把这三个名字记下来 frozen shoulder 冻结间 啊 asset cups list 这个是粘连性囊严 这个我们上天课说我还记得吧 啊 粘连性囊严 然后fifty shoulder 50间 这三个画等号 这三个都是同一个东西 啊 粘连性囊严 冻结间 五十间 说的都是肩庄严 啊 大家把这三个词能认识 哦 说都是一件事就好了 好 我们再看底下 an irritation between the tendon and the shells 诶 一个刺激 啊 这个刺激 irritation刺激 刺激 between 在什么之间呢 tendon 肌腱和它的shell 是翘 啊 shells 就是它的皮儿壳 翘 就是这个东西 肌腱和它的翘之间 所有装的是周围 at as no as 这个被称为什么 啊 肌腱之间的刺激 好 in the tendon and the shells 在肌腱和翘的information 炎症 what the disease 这是什么病 大家都发现出现一个词 叫了tendon and the shells tendon and the shells the hyper irritation 过度的一个刺激 啊 过度的一个刺激 in the tendon and the shells around is called 在肌腱和翘 成为什么 好 大家发现一个共性 不管它是什么问题 炎症也好 刺激也好 它都提到了一个基建和翘 出现问题 那什么是基建和翘 牵扯骨骼之间的 这是基建 大家都知道对吧 基建腕头有一层皮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叫皮 叫基建翘 那基建上面翘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发生炎症 或者是刺激了 发红发肿 就叫做建翘颜 就这么来的 这个词呢 前面ten 是基建 就代表这个字 后面 son 是这个翘 然后attes 是这个炎症 建翘颜 这个建翘颜 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 手腕子啊 准确的说 它是一种关节 叫什么关节啊 安装关节 在这个位置 容易发生坚确炎 好 我们再看下面 a client person with the food pain 一个客人 有一个什么呢 脚疼 data substance with the modelist active 他在活动的时候呢 减轻 这个but infected with the prolonged stent 在这个长时间走路的时候 或者是跑步的时候 这个症状呢 is really 是有一个加剧的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 这种情况是什么 给你答案当中 planter fastest 足底筋膜炎 好 其实这道题 只要看到这儿 foot pain 脚疼 我们就可以确定了 足底筋膜炎了 什么长时间的走路了啊 家具了 战争 站着的时候疼了 怎么时候疼 不重要了已经 除非他给你四种 全是脚底的病 否则的话 一看他脚疼 足底筋膜炎 就已经确定了 我们学题目当中呢 脚上的病不多 大家发现没有啊 就足底筋膜炎 和运动病有关 其他的脚上就是血 对不对 没有别的病 那油 对油 油和选 对吧 油是病毒 选是这个真菌 就这个东西 但是这油和选 他和这个走路运动没关系 他也不是这么疼啊 所以一看脚疼 基本是足底筋膜炎能确定 以前就有一位老哥 这个因为学完考试之后 认识这个足底筋膜炎了 客人来做脚底按摩的时候 说脚疼 他把这个词扔出来了 小费多给了20块钱啊 觉得他具专业 好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啊 plantophysis 足底筋膜炎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叫做a trade looking looking looking什么呢 hypercophysis 一个驼背 驼背 这个步履蛮山的 驼背的 65岁的一个女生 has back pain 她这个后背疼 she says readings the side down funny 她说我做下这个姿势 特别可笑 很奇怪的一个姿势 understanding the sharp pain 看准这个字 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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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的疼痛啊 一定要注意这个字 一出现尖锐的疼痛 就是一个我们基本不用解决的问题 尖锐疼痛绝对不是肌肉造成的 啊 所以一看到尖锐的疼痛 in her back 基本上我们就推荐走了 我们就不治了 her history revolves for factors 好 还四次骨折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三年四次骨折 你说这种客人 我来接他干什么 对吧 到时候躺下就起不来了 what is the best course action for the practitioner to take 这个时候最好的行动方式是什么 directed the client to her physician 引导他去他的医生那儿 你赶紧看大夫去吧 别上我们这儿来了 这碰瓷来的 这是啊 所以大家注意 这道题其实不复杂啊 看上去这么多字 其实是一道什么呀 评估测试的这个这个题 他问你要怎么处理 我们只要看到几个重点的问题 就是他有sharp pin 有特别尖锐的疼 实际上看到这个词 我们就可以让他看医生 好 再下一个 hypercophasis 这是什么呀 脊椎后突 我刚才说是脊椎后突特指是什么呀 哪里哪个椎 啊什么椎 胸椎啊 胸椎啊 我刚才强调了半天 后突的只有胸椎啊 前突的腰椎啊 大家想想啊 这个孕妇容易前突还是后突啊 对啊 好 他说这个时候呢 这个 Authcate with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athology 以下哪种病有关啊 这个脱背和什么病有关 还有一种问法 就是hypercophasis is most likely 最有可能 和哪一个这个情况有关 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呢 后突啊 他给的你一个背景拿骨质疏松 啊我们就有印象记一下这个 就是后突可能和什么病有关的 就是和骨质疏松有关的 有同学说 这个不是那个胸口朱口综合上 或者什么胸小肌紧张 不是容易造成这个后突吗 那个都是一些这个隔壁现象啊 他这个时候如果提到了固定的病了 我们首选的是骨质疏松 啊大家记住了啊 别钻丢扭脚尖去啊 就记住胸小肌压迫 然后这个就头背现象了啊 下压肩胛骨 别往那想啊 为什么 给大家一个图 正常的骨质密度是这个样子 骨质疏松是这个样子 像海绵一样中空的 所以骨头不能承载其压力 被压缩坍缩了 所以我们正常50岁的人 60岁的人 70岁的人 为什么越来越 啊就是我们的脊椎啊 越来压的越扁 中间就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骨密值了 所以他脱背了啊 指的是这么件事啊 所以大家说哎 怎么这个越年龄大了 越矮了 那越脱背了 就我们看了这个图就知道了 哎 他骨密度已经不一样了 看里面都是洞洞了 你说他能直得起来吗 直不起来啊 好 骨质松这词啊 大家注意一下特别好认啊 极其好认 一个欧欧两个欧三个欧四个欧啊 基本上没有任何英文基础东西也能认出来啊 有个管制叫奥迪体四圈体都有的啊 就特别有特点这个 因为他里面全是洞洞 所以说一个欧两个欧三个欧四个欧 四个欧的就是股质输送 好 下一个 A client had received 这客人啊 接受了一个什么呀 radition treatment radition是放射 放射治疗方法 放疗 How is the integrity of the bone efficacy 这个骨骼的完整性会受到什么影响 我们只要看到radition treatment的这个词 大家把这个字认一下 放射疗法 放疗 放疗对骨头的影响就是fragile 脆弱 变脆了 骨头变脆了 所以经常拍x光的啊 越拍x光骨头越脆 好 这道题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认字啊 这俩字一个是放疗 一个是脆弱 把这俩字能认上就可以了 这个字特别像radio 特别像收音机那个词啊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The massage therapy is the most effective for which of following types of headache 头疼 哎 以下哪一个类型的头疼最有效 按摩对于哪一个类型的头疼最有效 按摩 有效 头疼 哎 就认这三个按摩 最有效 然后类型的头疼 叫做紧张性头疼 Tension 按摩对紧张性头疼有效 为什么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对紧张性头疼有效 啊 哎 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们按摩的好处是什么呀 增加血迹循环和放松肌肉 就这两条 啊 因为我们按摩可以放松 所以缓解这个紧张 对紧张性头疼有作用 啊 就记住这点就好 好 hyper 过度的 scration 一个分泌 过度的分泌 Human growth hormone 特别的一个荷尔蒙 叫做growth hormone 生长激素 过度分泌的生长激素 in an auto estacore 在成年人 是什么 生长激素 叫做支端肥大症 啊 acromigrid 支端肥大症 啊这个病比较特别 啊 考的时候也不多 啊 有人预见过 但是呢 考的极少 大家就了解一下就好 只要记住 他是过度分泌一个growth 生长荷尔蒙 就可以了 这个人叫支端肥大症 一般叫巨人症 啊 巨人症 其实以前很多的这个打篮球 篮球运动员啊 就长得都这个样子 现在少了 啊 现在少 你以前就看的木铁柱啊 什么这个蜂银 不是蜂银霞 那正海峡啊什么 你看长的就是这个样子 基本上他们特别容易受伤 啊 别看他这个长得又高又大的 比别人都大一圈 手也大头也大 身子也大 但是古密度不高 啊 就了解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 有同学就不给个图呢 大家可能了解不到 什么叫支端肥大症 就长成这样的人 把弄上看长成这样的人 这就是支端肥大症 这是病人 别看长两米高 不仅打 好 一个客人 来做按摩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病啊 雷诺是综合症 我们以前说过雷诺是综合症 雷诺是综合症 是什么引起的 还记不记得 小血管经管 然后小血管经管造成的什么状态 怕冷 对吧 手指冰凉 发白 对吧 还记得吧 这个是雷诺是综合症 要知道这个病 what should the practitioner do 你要怎么办 increase 增加room temperature 增加室温 这道题呢 就是一个变形的问法 一般情况下都是雷诺是综合症怕冷 我们知道这个行了 知道他是血管经管行 他这道题呢 他答案当中没有提到这个怕不怕冷这事 他反过来说 他需要增加室温 还是减少室温 那我们就增加室内温度 好 下面一道题 你问的也比较特殊啊 这个跟这个病例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a client 一个客人 一个糖尿病 一个糖尿病 Mellius and hypogrosis glu 一看到有这个的 glu 跟大家说过 这就是糖 这就是糖 葡萄糖 hy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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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 所以这是葡萄糖不足 哎 糖尿病的病人 他身体当中的糖分不足 before the season 在做按摩之前有这个 and there is no growth to the table 他没吃这个糖 没有这个吃这个葡萄糖片 what practitioner should give a carbacons 给他一个碳水化物 就是你这个碳水化物不认识都没事 他说你一看这客人啊 他泼糖低血糖了 他说你做按摩之前 那这按摩师得给他点什么呀 你说你还能给他点什么 对吧 缺糖补糖 就是har candy 给他个硬糖吃 你别看这道题出的比较可笑 这个非常是一个实用性的题目 我们偶尔会碰到这样的客人 本身有糖的病过来做按摩 他不舒服啊 人家说我没吃这个葡萄糖片 这个时候 你如果要什么都不管 月做头晕恶心 浑身处晕 搞不好他就碰瓷上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要问问他 你要不要一块水果硬糖 换解一下他的不舒服 是可以的 可以 你不能给他一大把 你就给一块就行了 记住啊 这糖病病人 他这个对糖的这个分解吸收不行 你给他一大把完蛋了 所以就给他一块就可以了 好 再下面一个 how long is the will take for tuberculosis 肺结核 patient 病人 become non-infectious 不传染呢 after treatment 就治疗以后不传染了 这是肺结核 多长时间 two weeks 两个礼拜 就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不用去细究 为什么 这传染病两个礼拜就行了 不用问 就两个礼拜 记住就可以了 好 这个图呢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是肺结核 跟考试没关 考试不会出这么恶心的图 什么都是形形点点的 肺结核病人肺就是这个样子 结核嘛 就是结结一个小硬块 一个小硬块 全部都是硬块 你说他能不能不咳嗽 肯定要咳嗽 肺不张了 好 这大题呢 主要是记住个结核这个 Tuber scolies 肺结核 把这个字认识就好 当然也有可能问你肺结核在什么地方啊 对不对 你说在肺啊 在plomb 在肺啊 这有可能啊 肺这字啊 是吧 肺结核在什么地方啊 这种变形是有可能出现的啊 所以啊 这个病理期大部分 就是看你认不认识字 好 那么下一个 which are the following diseases caused by hypo-andermalist 肾上线功能减退 hypo是不足 androneal是肾上线 hypo-andermalist 就是肾上线功能减退造成的 the symptom 这个状况 include wide loss 体重减轻 include painmation of the skin 就是皮肤色素 斟酌 vickness 儒利 and fat guilt 虚弱疲劳 我们只要看到这肾上线功能减退 就对应了 Edison是病 这个病极少见 考试的时候也不多见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因为有人考过 有人碰到过 很久以前有人碰到过 这个就不作为重点 了解一下就行了 Edison是病 Edison是病 就是肾上线功能减退 肾上线功能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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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上线功能减退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个样子 给你一个图 方便记忆 皮肤深着 发黑 脸发黑 有的时候还长胡子 肠胃失调 身体无力 低血糖低血压 体重减轻 胖不起来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这种胖不起来的人 好几个都是有病的 都不是太健康 所以别羡慕那瘦成肝的人 好 我们刚才说了半天 说的是这个病 我们现在说最后一项 第一 第五项 药物分类 在病理学当中的最后一项是药物分类 medication medication class class of men and medications 药物的分类 我们看第一个题叫做drug drug就是药 drug就是药 也有了这个礼语管这个叫毒品 说毒品也是这个字 就是药 那 which the efficacy limit 仅限于一个one area of the body 只限于身体一个部分的药 这个叫什么呀 叫local的叫局部的药 所以实际上这道题跟药没有直接关系 它就问你one area of the body 就是身体一个部分和这个local的局部 你是不是能理解 其实就说这么一件事 但是它以药为介绍 对身体作为部分 缓解的药叫什么 叫局部用药 大家把这个了解了 比如说我们喷洒的这个 这个药膏啊 或者是什么的 这都属于这个局部用药 阿斯匹林 这个字很好认 阿斯匹林 阿斯匹林 拼音都拼出来啊 一看到这阿斯匹的就知道 阿斯匹林 阿斯匹林治疗什么 治疗发热的 我特意找了个CVS的药皮放这了啊 看 阿斯匹林 在这个药店看见这个字的 大家知道这是指热真通药 阿斯匹林 主要就是这字啊 阿斯匹林药 好 Which septum 哪一个症状 是什么呀 用于这个 Ectomy分 Use for 乙线对加氨基分 对加氨基分用于什么 发热肥味 他和阿斯匹林是一类的 抗 anti 抗 抗热 就是退热药 抗热的medicine medication 退热药 As the commonly used in which of volume condition 通常用于什么 什么是抗退热药 退热药用于什么称呼 就是退热发烧 最后这一部分啊 病理学药物分类这一部分 单词一定要记 啊就这么几个字啊 没有个五六道题五六个字啊 这几个字大家一定要记起来 什么阿斯匹林啊 这个对加氨基分啊 你这个 或者这个退热药啊 你这不记 你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啊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特点 就是anti 一开到anti 这就是抗什么什么 哎 所以我们就知道啊 这抗什么就退热啊 什么的 止疼啊就是这抗什么啊 后面跟着PYREITIC的 这个是退热啊 特别长的 后头有一个phen 有个什么分的 这个就是对加氨基分啊 你要联合起来记一下 再记不住 就上SVS去看药盒去啊 上面就写着这个的 这就是对加氨基分 这个就是退热药啊 假如说发烧了买什么药啊 这个就管用啊 好 下面一个 the client taught you 告诉你 he is take the medicine of the anti-polyphetic 他吃了退热药了啊 so the client will 这客人会怎么样呢 favor发烧 或者呢他说 the medication这个药 关于一个抗热药is useful 发烧 还是问你这个退热药这个字 人不认识 他有时候将给你加一横 这也是一个字啊 这个千万别死心眼 哎 千万别死心眼 也要知道这一个字啊 发热 退热药 好 再下一个 prepation for typical 这个 诊断的药剂 for typical pain control 疼痛控制 a class for S 是哪一类型的 震痛药啊 震痛药 analogist 特别像什么啊 我每次都说这个 特别像angel啊 特别像angelina 小天使的那个字 就是震痛药啊 震痛药 止疼药 止疼药 那么提到pain control 疼痛控制的 除了止疼药 大家还想到一个什么指示点啊 以前讲过的 还有没有印象 哎 门控理论啊 该control啊 说的也是这个 疼痛控制 针疼药呢 也是利用了这个 门控理论来做的啊 好 那么再下一个 阿斯皮林 认识了 对吧 Cantoprofen 布洛芬 这个 布洛芬 布洛芬 铜洛芬 布洛芬 It's medicin for 这是什么药物 阿斯皮林 对一下氨基酸 铜洛芬 布洛芬 It's sample Medicin Data class 这个都叫什么 各种分啊 什么这个分 那个分 这个分 都是一个药 叫什么呀 阵痛的 或者是anti inflammation 抗炎药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啊 这个退热药 止疼药 抗炎药 说的都是一种药 发现了吧 止疼的 退热的消炎的 说的都是一种药 就是这些啊 什么阿斯皮林的 安基芬的 也就就是这个 这类药叫什么呀 叫 No Staurity Anti inflammation drugs 非这个字念 灾啊 灾 以前可能我念的不太对啊 非灾体抗炎药 就是我们旱灾水灾的灾的那个读音 这个字念灾啊 不念不念流啊 灾 非灾体抗炎药 但是无所谓 中文念法没关系 啊我们只要记住这 就是抗炎药就好了 啊 这叫非载体抗炎药 啊 非载体抗炎药 В 这个宰还说的是什么 这个宰这个字就是肋骨唇 非肋骨唇类的感染药 就是这么多东西 所以我们听目当中有说 注射肋骨唇还是怎么样 这是非肋骨唇类抗炎药 什么阿斯提莲 布洛芬 这个是属于哪一种的药物 是非肋骨唇类抗炎药 非灾体类抗炎药 NSAID 别看这个肠 我相信大家特别容易记这个字 这个字错不了 一看就能认出来 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抗炎药 为什么叫非肋骨抗炎药 它就是没有肋骨唇 这种药比较安全 作用比较轻 力度比较小 而且就是我们平常日常 能够买到的这种 非处方药 全是这种药 医生开的 那种处方的消炎药 就是类给准类的 劲儿大 给你一剂特别管用 但是我们在药店自己买的 基本都是这个 全是这个 阿斯提莲的 全是这种 刚才我还说了 为什么止痛药 这个消炎药 还有什么退烧药 说的都是一种药 大家想想 我们当时学这个 Inflation 学炎症的时候 说炎症有五大反应 大家还记不记得都是什么 A 红 肿 对吧 热 痛 功能丧失 所以发热的 疼痛的 其实都是一个事 就是炎症 就是炎症 所以呢 消炎药 就是止痛 退烧 消炎 都是一种药 大家把这个了解了一下就行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药里面 最主要的就是消炎药 消炎的 这是马拉斯皮林 这占了很大的地坞 好 好 我们再看下面 还是说这个 消炎药 the client said that he takes over 安德里斯 服用了过度的 真痛药 止痛药 what is the best court of action for practitioners should take 你这个时候怎么办 服用了过度的 真痛药 止痛的 或者呢 他说client 这个客人的 medical history 他的这个 病例上显示 shows that the client is taking a class of the allergic medication 吃了这个止痛药 叫做 non-throndic anti-inflammation drug 非这个 载体抗炎药 the practitioner adjusted the treatment to use the lice drug because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lient 说了一大堆废话 所以一客人啊 他这个 病例上显示呢 他吃了一个 止疼药 这个止疼药呢 叫非 这个载体抗炎药 还告诉你 叫什么名字 这个按摩师呢 觉得呢 这个治疗 用这个轻手法 因为 什么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 吃这个消炎药了 就知道了 一吃消炎药 消炎药里有一种 叫aspilin的 aspilin是脆弱血管 特别容易擦伤 而且呢 他只疼了 他反应是不灵敏 所以 原因就是 not be able to prove accred feedback 没有一个准确的反馈 或者 been likely to browse easy 他很容易造成擦伤 对于这种题 大家一定要把中文的意思了解 在考试的时候 看到这么长的题 你只要看到几个字 什么 肺载体抗炎药 止疼 清手法 你就能判断出来 哦 他采取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 你就不用一个字 一字去翻译一下 那个就太淡薄时间 好 再看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最重要的 for practitioner to consider when a client is the taking an allergic 最重要的关于按摩师 对于客人吃了这个止疼药了 要注意什么 叫dips of work 这dips是工作的深度 或者是stroke 这个手法的深度 或者是手法的深度 这手法的深度 工作的深度 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力度 对你的力度 其实他换了一种说法 他没有告诉你用lie straw 他没有说没有反馈 没有说容易擦伤 他用了一个很简繪的说法 叫做工作的力度 好 再下面一个 水的吸收 in the canny in the这个在这个肾里面 as the effect the bad use of 肾里面的这个水的吸收 被什么呀 利尿剂 利尿剂 the unity 利尿剂 我特意给了个图 就是为刺激大家一下 看这个字 利尿剂 这个和肾有关 和水有关 就可以了 了解到这个份上就行了 好 下一个 the client is taking the deuroctic 一个利尿剂 客人吃利尿剂了 for hypertension 高血压 人家说告诉你 高血压 其实高血压在这道题里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是不是高血压 其实不重要 他就为了吓唬你 给你画坑 你一下琢磨这高血压 你就不知道想什么了 what should the practitioner be considered due to the medication 一个客人呢 吃了这个 因为高血压吃了 利尿剂了 那么你要考虑到 什么情况 the client may have an increased need to your name 他会增加排尿次数 你说跟高血压 有直接关系吗 没有 所以这道题 你只需要记住了 deuroctic 这个利尿剂 它和尿有关 和肾有关 和水有关 就ok了 至于它是不是高血压 不重要 所以看题的时候 一定要明白 他问的是什么 千万别 这道题不用盯着高血压 你就盯着利尿剂 这字能认识了 比什么都强 所以大家考试的时候 看到高血压的题 马上想想 是不是有这个字 如果有这个字 答案当中有尿 那好了 那就是这个类型的题 好 再看下一个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edication 以下哪一种药 is used for training hypertension and cardiavirtual condition 高血压 高血压 hypertension 高血压 和什么呀 一看到CARD cardia cardia 我说cardia 就是心 心血管 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 就是beta受体阻 这个就把它记下来就好了 这个不用去研究了 为什么beta受体阻断药 和高血压 心血管有关系 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么多 我们就只要记住了 这beta受体阻断药 它是控制高血压 和心血管的就可以 换种问法 what class of medication 哪一类的药 是治疗这个 heart health 血管的健康 和这个blood pressure 和血压的 就给你换了一个词 hypertension 换成blood pressure 血管 心血管 换成心脏健康了 只要把这个了解了一下就好 这是对应的 再下一个 which medication is used for heart and blood pressure 哪一个药用于 这个心的和这个血压的 抗 血小板 和抗宁 抗血小板和抗宁剂 也是对于这个 心脏和这个血压有关 如果要是有beta受体阻断 先选这个 没有 再考虑这两个 这两个这个问法 也不太多 就是了解一下就行 好 一个客人 Dignoise 这个客人的诊断为 deep rein tremble 深度的静脉血栓 tremble 血栓 一看到 throm tremble 就是血栓 深层静脉血栓 will most likely be talking which of following type of medication 这个时候 他用什么样的一个药物 他都说有血栓了 当然是抗宁血药 抗宁血药 这个 coclon 记一下 这个词不太常见 不太常见 你就认识他就管用 不认识他的确是不行 这个时候是 的确需要死杯单词的 我讲课的时候 要求大家死杯单词不多 这个算一个 我们再看在下一个 what is the typical symptom 哪一类型的状况 是什么呢 深层静脉血栓 deep rein tremble 哪一身水肿 水肿 水肿 水肿和这个深层静脉血栓有关系 深层静脉血栓和水肿还有什么呀 其实什么那个 静脉血栓 其实也有关系 最后一个 what is the efficacy of the antihazmin抗阻胺药药 ology relief 过敏 ology 过敏 是阻胺 histamine 阻胺 就是人体当中为了防备刺激的 这么一种分泌物 比如说我们蚊子咬了起个包 这就是阻胺造成的 它为了控制这个毒液 不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 它把它包起来 这是一种身体自然的免疫繁衣 大家只要记入了这个阻胺和这个过敏 ology有关就好 只需要记这个对应了就行 药物呢 就是这么几种 后面这几种呢 考的不是太多 我们就是作为一个了解 作为一个了解 增加一下知识面 关于这个药物的题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把单词记一记 这几个标红的单词 尤其最后这几个没见过的 记一记 因为你如果不认识这个词 不认识阻碍 不认识这个康宁素 你真的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这是必须要记一下的单词 这个单词没多少 这个单词没多少 有同学说呢 我单独背这个东西 好不好背 我建议不要背 一定要仔细的放在语境当中 放在题目当中去认这个词 单独背这个词意义不是太大 好 这个我们呢 今天把这个病理学的最后一个部分 要分类也说完了 也到周末 大家复习休息一段时间 下个礼拜呢 我们开始说下一个部分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占分15% 技术 啊 记住